安妮今年七岁 今天是星期一 但是她不上课 明天她也不上课 因为今天她开始放暑假了 安妮没有和朋友们出去玩 她正在房间里做作业 作业没做完 她不想出去玩 安妮正准备开始做作业 这时 妈妈打开门 问她要不要和朋友出去玩一会儿 安妮生气地回答 我不要 作业没做完 我哪儿也不想去 妈妈说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不要生气 然后把门关上了 安妮读了读作业本上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 安妮不认识这个字 她有些不高兴 这时 爸爸打开门 问她要不要去看电影 安妮生气地回答 我不要 作业没做完 我哪儿也不想去 爸爸说 爸爸说 好吧 不好意思 我不该打扰你 然后把门关上了 安妮接着看作业本上的第二个问题 十五乘八等于几 安妮不知道 安妮不知道 她算不出来 她想 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简单 这时 弟弟打开门 想和她一起玩 安妮 安妮生气地说 安妮生气地说 你不能进我的房间 你不能进我的房间 弟弟很害怕 哭了起来 安妮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走过去和弟弟说 你不要哭 刚才是我不对 奶奶听到弟弟的哭声 跑过来抱起弟弟和安妮说 你不应该把弟弟弄哭 这时 爷爷在厨房里喊道 饭做好了 大家快来吃吧 别凉了 安妮说 我不饭 作业没做完 我不吃饭 然后把门关上了 当她开始准备看作业本上的第三个问题时 她闻到了饭 她闻到了饺子的香气 她开始饿了 安妮一下站起来说 我来了 你们不要把饺子都吃光了 每个人都吃光了 我拉着梅 你不要寻找你 你不够 coming 我anden你没做过 你不够来 你不够来